动力电池回收发展现状及其前景如何 这个倒是之前有评论区问过 但是我这个呢跟我上次 我也很感兴趣 为什么这么说 是因为之前我去苏作参加那个新能源论坛的时候 其实有老铁在说这个事 说这个东西可以赚钱 但其实这东西已经卷完了 我只能这么说 已经卷完了 现在不只是有上市公司在做 还有主机厂的子公司在做 其实动力电池包的回收 基本上你只能看看 跟你们没有什么大关系 消费者在其中是怎么参与的 我觉得参与到很难说 但是我有一个细节是要跟大家讲的 就是像我们以前家里的宝来 到03年的宝来要报费了 报费才能换钱 就只能卖2000块 我们出去卖只能卖1500 报费2000块顶多了 但是动力电池包其实包括电机 如果说你是有相关知识的 我很明确告诉你 无论电机还是电池 它的可回收利用率 都非常的高 远高于传统的燃油车 所以如果说你一样一样 电车开到10年15年 绝对是电车的残值会更高 也就是对于消费者来说 你的车会更加值钱 我觉得这方面跟大家普遍认知 是不一样的 电车会更加的保值一点 如果说存岸残值来的话 而且我认为到后期 这个东西肯定会卷的 厂家原厂的抵扣会更加多 打个比方 它可能不再是我们一样去 报费想报费 而是说你跟我们厂家来置换 这个补贴会比较大 你买新车 这种补贴的贴会更加多